- 重新錄音樂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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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Kettie - 我是Cindy - 見有人勇敢請假的 - 他有把你的話聽進去了 - 他有聽進去 - 而且就是請完假之後還沒說對不起 - 很愧疚的Lisa - 好 那開場不然先來講個笑話好了 - 什麼意思 - 因為我平常就喜歡 - 準備一些冷笑話以備不時之序 - 來現在 - 認識新朋友的時候 - 好 譬如說 - 中共為什麼會在半夜打過來 - 欸 我看過這個都好忘了 - 因為統一middle night - 哈哈哈哈 - middle night - 好 謝謝 - 我還有 - 好 夠了沒 - 呵呵 - 再讓我挑戰一個 - 油猜會對著三滿姓的信箱說什麼 - 真是難以置信 - 哈哈哈哈 - 還有嗎 - 結束了 - 還有嗎 再一個啊 - 沒有了 - 沒有了好 - 麻煩要生氣了 - 好害怕 - 好啦 - 還進入時事環節 - 非常綜藝的開場 - 對啊 - 上不是有忘記哪個人 - 在串出來的時候 - 最討厭 - 聽到節目會說 - 喔我們今天要來聊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- 喔對我有看到這個 - 我們就是這種節目 - 哈哈哈哈 - 她不是講我們啦 - 她就說有很多節目會這樣講 - 她的論點是什麼 - 她是覺得就是大家來閒聊 - 然後慢慢進入主題是不是 - 嗯 - 追一下上次這幾集都已經有講到那個 - 撲馬老師很關注的那個草案的進度 - 嗯 - 目前的進度就是沒有進度 - 然後今天早上說是傅崑吉又散會了 - 對啊 - 早上欸她到底被退回幾次 - 因為之前 - 程序委員會已經算不出來了 - 至少三次吧 - 因為上一次那個撲馬老師提的那個 - 性騷跟那個泄密案嘛 - 然後不是在上禮拜五被退回程序委員會嗎 - 對 - 今天重新提案 - 然後呢撲馬老師在這兩天的那個委員會 - 她都有直接開直播 - 哦對對對 - 所以就是網友都可以追撲馬老師的直播 - 然後看到國民黨的嘴臉 - 嗯 - 就是直接線上第一線消息 - 轉播 - 轉線上不是有很多那個嗎 - 男生會說每天每天運動 - 直到交到女朋友為止 - 或是每天自拍一張 - 嗯 - 我們要不要來請撲馬每天直播 - 直到 - 直到 - 直到草案被送 - 就送幸福二度 - 而且我覺得今天有一個 - 撲馬老師講到一個關鍵 - 就是她在直播的時候 - 就有網友說 - 欸為什麼今天沒有那個 - 沒有黃國昌 - 嗯 - 然後她就說是因為 - 今天的招委是民進黨的人 - 也就是說在委員會裡面 - 如果招委是民進黨人 - 那身為招委的那個委員 - 她其實不能參與投票 - 那招委不是通常會有兩個嗎 - 會輪流嗎 - 對對對對 - 然後所以民進黨擔任招委 - 的委員擔任招委的時候 - 在投票的時間 - 其實國民黨就是絕對會贏的 - 喔 - 因為民進黨建議 - 喔 - 所以不需要小藍之源 - 所以是民進黨擔任招委的時候呢 - 黃國昌就不會出席 - 黃國昌是什麼跑龍套的角色 - 對啊 - 跑龍套是這樣用的嗎 - 是啊是啊我覺得 - 我就真的不知道 - 黃國昌到底在幹嘛欸 - 那我昨天睡到 - 就是很會時間管理啦 - 喔 - 渣男渣男 - 就是這個時候不需要我 - 那我就在家睡覺之類的 - 因為昨天睡到賢華到黃國昌 - 在四年前曾經在拍一部影片 - 啊那個截圖 - 什麼 - 她就在忘記是 - 時代力量那時候拍什麼影片 - 她就在講說就是 - 前面當然有先罵一下民進黨 - 嗯 - 可是她那個影片中她是強調什麼 - 民進黨有 - 民進黨的苦衷什麼什麼的 - 是啊 - 她就接著就開始罵國民黨 - 她說國民黨是一個 - 連在野黨都當不好 - 不夠格當在野黨的政黨 - 天啊她那時候講的真對欸 - 對然後大家都在協詢說 - 欸這個政治人我目前還留在政壇嗎 - 還留著還留著 - 死不了 - 她是哪一位 - 黃國昌 - 欸對對對 - 昨天那我要特別提到那個 - 林書芬委員 - 林書芬委員 - 就是民進黨的林書 - 對對對對 - 她不是這兩天就是也在那個 - 她最近是有點吃到炸藥還是什麼 - 她是為了什麼事剛上黃國昌 - 林書芬委員她其實一直都蠻炸的 - 然後而且就是怎樣 - 你知道吃到什麼炸藥 - 你就說她一直都蠻炸的 - 對她真的一直都蠻炸的 - 她就是女戰神 - 但有成績一段時間 - 呃 - 她就是做好地方的那個選服跟組織嘛 - 就是她是地方經營蠻久的 - 然後呢 - 我要特別講到林書芬委員 - 是因為她不是最近跟黃國昌槓上嗎 - 可是我印象中就是 - 林書芬委員曾經就是 - 在時代力量 - 就黃國昌還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- 然後她其實有提案過一些 - 其實林書芬委員是跟 - 我們認為的 - 就是比較是進步價值的 - 時代力量是站在一起的 - 所以他們 -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 -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之間 - 可能對於提案啊 - 或是對於一些政策 - 有一些立場不同的時候 - 其實林書芬委員其實是會跟著時代力量 - 然後去對抗民進黨黨中的 - 就是我不一定要配合黨的 - 那不就是 - 小草最愛的對人不對勢 - 對勢不對勁 - 對勢不對勁 - 對勢不對勁 - 這樣反了 - 對 可是這一次就林書芬委員 - 就這麼生氣 - 我覺得她 - 也確實是看透了黃國昌 - 我只記得她拍了一個短片 - 然後她的背景有非常多的炮彈 -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追一下那個林書芬委員 - 然後還有追一下那個前時代力量委員洪慈勇 - 他們兩個人最近都有對 - 我都忘記洪慈勇曾經是時代力量 - 我也忘記黃國昌曾經是太陽花的藝人 - 欸那你知道洪慈勇是卓冠廷的老婆嗎 - 我知道 - 我超不爽的 - 為什麼 - 因為我蠻喜歡卓冠廷 - 等一下 - 你是不是喜歡卓冠廷 - 這段應該要剪掉吧 - 可以留著啊 - 卓冠廷很可愛啊 - 只是聲音有點大 - 最近她很瘦欸 - 她好像有在重訓 - 然後好像瘦滿毒的 - 好喔 - 題外話 對不起 - 欸我記得零除分數在 - 因為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在2008年那時候其實蠻 - 就是蠻低谷的 - 就是那個 - 對對對 - 然後那時候 - 然後後來就是國民黨選上嘛 - 然後那時候民進黨那年 - 我記得也選得沒有很好 - 可是林除芬是那時候少數在有選上的立委對不對 - 我有點忘記 - 但就是那時候她是有選手 - 我們關心一下我們本頻道的初衷好了 - 柯文哲喔 - 嗯哼 - 不然還會是誰 - 柯文哲最近 - 他就是除了被狂國昌剝奪了所有的聲量以外 - 他力挽狂瀾 - 他還是出席了一些活動 - 但是他不允許媒體錄唱 - 什麼活動啊 - 啊不是要公開透明嗎 - 他在台中市的一個地方要辦那個蕭草訓練營 - 蕭草訓練營 - 蕭草訓練營 - 哈哈哈哈 - 哎呦我光看這名字我就覺得好荒唐 - 好 - 反正因為他最近不是那個台北市有什麼三大案嗎 - 市北科跟金華城等等 - 北市科還是北科 - 哦對不起 - 北市科金華城跟 - 反正就是他身上有一些爭議啦 - 就已經被列為被告啦 - 他現在 - 他那也是出席擔任講師 - 結果他到場之後發現 - 欸現場有媒體 - 他就宣布說 - 欸這個是close meeting - 閉門會議 - 喔他真的很愛閉門會議 - 重點是他有發採訪通知 - 所以媒體到場 - 蛤他有發採訪通知 - 民眾黨有發採通 - 那媒體到場不是很那個的嗎 - 所以我就覺得 - 是不是黃國昌要弄他 - 黃國昌發的 - 很像溝通有點糟糕喔 - 天啊他黨主席都不知道欸 - 對他們說 - 原本採通是寫開放媒體11點入場 - 然後柯文哲是安排在11點半要開獎 - 所以他到的時候媒體當然也到了 - 結果他到了之後他就很不高興覺得 - 為什麼現場有媒體 - 我要聊的東西 - 是要聊一些2026、2028的選舉 - 媒體不能聽 - 所以他把媒體趕出去 - 重點是那個 - 把腳放到洞裡面那個江河樹 - 他就想說 - 就是我們不要媒體為難嘛 - 連樣都來了 - 那要不要給媒體兩分鐘 - 兩分鐘很短 - 然後柯文哲說 - 我不同意 - 那怎麼收欸啊這一場 - 就是把媒體趕走啊 - 所以你採通發11點 - 也就是說我媒體大概10點半到 - 然後stand by - 然後等到11點 - 然後我什麼都拍不到我就回去了嗎 - 有啦媒體有得到很棒的新聞啊 - 這簡件事情 - 我真的覺得你不要惹媒體欸 - 所以那個文哲說上課要有上課的樣子 - 不然你搭公車都會叫媒體去拍的人 - 他等公車也會拍啊 - 搭公車也要有搭公車的樣子啊 - 搞什麼 - 欸對了她太太有發文 - 欸對欸佩奇總有發文 - 她要退休對不對 - 欸那個我覺得蠻 - 那篇文你有看到她寫的內容嗎 - 有我有迅速的scan一下 - 因為她其實就是時間到了嘛 - 所以她其實可以選擇退休嘛 - 但她罵民進黨不是嗎 - 她也罵衛生局 - 好像講好像有人逼她退休 - 對啊 - 她沒有嗎 - 她的意思是好像 - 我的能力有人讓我不要繼續待下去 - 有人強迫她退休嗎 - 她自己退退 - 就好奇怪喔 - 不會啊 - 她跟柯文哲很配啊 - 天長地久喔 - 祝福 - 好那剛才講到柯文哲還有那個民眾黨 - 最近有一件事情 - 五一九 - 對我們有講到五一九 - 他們不是說要到北平東路集會嗎 - 欸他們有dress code - 你們上一集不是有講過嗎 -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dress code -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對 - 還沒有發布這個動靈 - 我們那時候還以為大家都可以去參加 - 就現在有點困難 - 因為他們dress code是 - 要參與者一起穿草鞋 - 哈哈哈哈哈哈 - 現在到底去哪邊買草鞋 - 而且她是誰 - 欸是那個女的 - 陳志漢 - 陳志漢強調說那個 - 因為現在今年的流行女生是穿草鞋 -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 -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- 欸我不知道是我沒讀書還是怎樣 - 因為我印象中穿草鞋是出病 - 或者是台灣人 - 對啊 索衣草鞋 - 因為我小時候 - 你不是沒讀書 - 的確書是這樣寫的 - 根據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典藏說明呢 - 草鞋 - 除了保護雙腳的功能以外 - 也會使用在特定的場合 - 例如 - 葬禮 - 校男 - 以及台觀者 - 會穿草鞋 - 或者是中教儀式中 - 會有辟邪等特殊的象徵 - 因為我小時候外婆過世 - 我有穿草鞋 - 真的嗎 - 就是我們那是比較傳統的葬禮 - 可是通常只會穿縮衣啊 - 我們都有穿 - 就有玩這一套 還要帶一些竹竿 - 有一些布條 - 滿漂亮的 - 那草鞋好穿嗎 - 我沒有印象 - 好 - 就是怎麼會有這個 - 那麼奇妙的dress code - 可是通常在台灣的歷史上面 - 會說到草鞋 - 其實是要對抗皮鞋 - 就是比較草根性的運動 - 草根的一點 - 就算說什麼以前的民進黨 - 當初穿草鞋起家 - 就什麼可能 - 可能靠一些街頭運動 - 黨外運動起家 - 然後現在他們 - 說民進黨都 - 穿著皮鞋 - 在冷氣房裡面 - 草鞋 - 可是草鞋不是上次那個嗎 - 怎樣 - 2016年徐曉晴那個 - 他們拜託的時候 - 草鞋聯盟 - 不同的鞋吧 - 算我搞不清楚 - 算我搞不清楚 - 諧星的鞋 - 諧合的鞋 - 可是我覺得他們真的都穿草鞋的話 - 我覺得也蠻適合這個黨的啊 - 不是欸 - 被你們這樣 - 就你們就一路好走 - 不是那種活動會縮限那個 - 因為通常我們Jazzco - 就要方便大家參加嘛 - 就是要大家說 - 我們來穿白衣或穿黑衣 - 欸白衣 - 棒數要夠 - 對對對 - 可是你說草鞋會 - 會有一些人想說 - 欸 要是我買不到 - 所以不能去參加 - 對啊 - 而且草鞋 - 欸我真的只會聯想到出病欸 - 我不知道 - 我只會想到中國民間故事 - 欸你們不要為了參加519的活動 - 然後沒有草鞋去華山拔草喔 - 就是 - 自己DIY - 硬貼在鞋子上 - 好詭異喔 - 所以民眾黨真的很特別 - 為大家帶來 - 為大家的生活帶來許多的歡笑 - 民眾黨他們是自覺自己是比較草根 - 跟人民站在一起的震盪是不是 - 應該是這樣子吧 - 應該是吧 - 是喔 - 可是他老三欸 - 他的得票率不就是 - 證明他們跟人民距離很遠嗎 - 對啊主流民意是郭泰銘欸 - 真的 - 主流民意是柯文哲喔 - 那519那天那個館長會去嗎 - 新黨 - 我記得新黨回去 - 新黨也發起 - 你是不是說快泡沫的話 - 距離人民更遠的那個新黨 - 新黨有一個叫尤志斌的 - 他把民進黨黨部樓下當自己家 - 尤志斌是那個桃園的 - 好像是 - 然後也是他去告什麼 - 什麼蕭美琴帶酒回來 - 喔是他喔 - 對就是新黨有志斌 - 好啦那就是歡迎大家 - 看要跟來對啦 - 我不知道欸 - 看要跟有志斌還是 - 我比較怕他們吵起來 - 因為民眾黨不是很 - 一直說自己是新政治嗎 - 可是他們是新黨啊 - 一A - 不是因為新政治碰到 - 你知道新政治碰到新黨會有一個衝突 - 因為新黨是非常老政治的那種 - 他們喜歡拿那個貨車拿大神功去 - 啊喜歡遊街 - 狂吼大叫那種 - 不會啊 - 其實對我來講他們都是挺暴力的政黨 - 喔 - 各種意義上的 - 而且黃山山都有去的跟他前同事 - 真的耶 - 真的耶 - 好 - 柯文哲好像也會去 - 大家看直播就好啦 - 因為他們一定會都直播啊 - 大家那個天氣應該會蠻熱的 - 第三波民主運動 - 第三不第四嗎 - 到底第幾波了 - 就一直是第三 - 因為事不過三 - 好 -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徐曉星 - 欸徐曉星真的最近事情很多 - 徐曉星我們已經連講幾集了 - 我們好像連三部精華都是徐曉星耶 - 欸不是 - 前幾天我看到有人在串串上說 - 他在從第一集開始聽重新錄一段 - 然後說我有點聽不清楚 - 這個節目到底是真心喜歡徐曉星 - 還是開玩笑的 - 我要在此重申 - 我們也搞不清楚 - 我們也不知道 - 因為我現在回想我前幾集 - 我是真的喜歡徐曉星 - 我沒有 - 你解釋一下 - 你解釋一下 - 因為我覺得徐曉星活出了一個 - 我不敢活的樣子 - 你的真心還是包含著一種荒謬感 - 你說人不要連天下無敵一種感覺 - 我們做人在世總是會怕自己可能說謊被抓啊 - 或者是胡扯的時候 - 做人不要太囂張 - 做人不要太囂張 - 對 可是徐曉星完全不怕欸 - 這種人格特質真的是太讓人展開了 - 徐曉星是什麼星座的啊 - 天蝎啊 - 天蝎 - 很適合他欸 - 那不意外 - 很厲害 - 徐曉星最新的是他的金華城那邊 - 他買了一棟中古屋 - 一層啦 - 54年的老屋了 - 對對對對 - 然後他是2021年的時候 - 用大概1800萬元買下來的 -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就被人家質疑 - 因為剛好最近在講那個金華城的容積率獎勵的問題 - 然後還有都更的問題 - 然後剛好那個地方又是徐曉星的選區 - 就被人家質疑說 - 哇你這個投資眼光 - 很好欸 - 神準到不行 - 他會說沒有啊我老家就在那邊啦 - 我覺得這合理啦 - 可是被人家查到的是他說 - 因為他的登記是寫2021年的4月8號 - 是 - 可是去對比那個實價登錄的網站 - 會發現其購買日期好像是3月7號 - 就想問你為什麼購買日期 - 那這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- 而且除了他的那個登錄 - 他的登錄不實之外 - 他其實他買的那個地方他也不寫地號 - 然後價格他也沒有寫 - 他其實是刻意的隱秘 - 避開嗎 - 對刻意的隱蔽他其實有買了這間房子的事情 - 而且就在他買了這間房子之後的半年 - 金華城就開始啟動了那個都更案了 - 剛才講到他那個日期登記不實嗎 - 那這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- 他就參加一個座談會 - 然後那個座談會就在講那個附近的 - 應該算是都更跟一些重整開發的事情 - 對 - 就等於那邊那個座談會在講那個區域的發展 - 然後里長們就開始很迅速的發案那個什麼都更同意書啊 - 也就是說他在買了這間房子之後的半年內 - 這些東西什麼黎明座談啊 - 都更的事情也都開始在運作 - 非常快速的運作 - 而且這個什麼都更協會理事長 - 就是他的老公 - 就是他的老公 - 啊 劉彥禮嘛 - 對 - 所以他服務黎明 - 你也不能說他錯 - 因為他老公確實是黎明 - 就是黎明 - 他這個是在服務他老公 - 他老公有這個需求 - 所以我就覺得很- 好合理哦 - 他就完全沒有利益迴避 - 然後以他這麼高道德標準 - 在審視別人的狀況 - 我們真的確實是也能夠合理的懷疑 - 他做這一切是其心可意 - 就是為了要都更才買了 - 去笑心內心 - 可是我覺得就是種種證據 - 就是因為你老公也是在都更 - 你剛剛講他在做都更的那個什麼 - 協會理事長 - 理事長 - 所以你老公就是一個 - 我們講坦白 - 就是你老公的工作 - 就是每天在告訴大家老屋有多危險 - 老屋有多可怕 - 我們要趕快都更 - 推動都更 - 那同時你們又貸款買了一間老屋 - 而且他那個貸款有問題 - 超貸的對不對 - 對 因為他的老屋是高齡50年嘛 - 銀行不會貸多少錢給你 - 對 其實你屋齡越高 - 銀行的貸款通常趴數位越低 - 因為他銀行會覺得說你這間房子 - 他沒有價值 - 比較老了所以價值比較低 - 所以我可能會想說你可能沒有辦法 - 在期限內把款還完 - 所以我帶給你的趴數就會比較低 - 可是徐曉星買了這間50年的中古屋 - 他卻帶到了八成以上的貸款 - 其實我真的不太懂 - 所以帶到八成是一個很不合理的這個 - 很高 - 你知道像就算是預售屋 - 就是我完全還沒有開始蓋完全新的房子 - 你差不多也只能帶八成 - 所以你投款大概也是要拿出兩成來付 - 因為老屋中古屋的貸款 - 更何況是中古屋 - 有人幫他介紹啊 鍾小平 - 喔對 - 鍾小平 - 鍾小平說他有介紹富邦銀行的總經理給徐曉星 - 國民黨的鍾小平他自己在那個爭論節目 - 可是經理不是總經理 - 在對 - 不是徐曉星 - 鍾小平 - 鍾小平在爭論節目上自己爆料說 - 鍾小平以前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- 他現在還是小朋友啊 - 我不確認他的那個range到達 - 那反正他就是有曾經去找過鍾小平說 - 他們夫妻倆結婚要買房子 - 然後想要請鍾小平推薦他 - 銀行 - 銀行介紹給他 - 這邊都還很合理 - 然後鍾小平就推薦了他認識 - 啊是 - 說我不知道喔 - 我只是介紹人而已喔 - 我只是介紹人而已喔 - 我的那個過程中 - 據我所知完全沒有喬立席 - 一切都是合法的 - 話重點 - 四個字 - 據我所知 - 而且也沒有人說你們喬立席啊 - 可是卻有可能在他不知道的狀況下 - 發生了一些其他事情 - 我們就先 - 嗯 - 先放過鍾小平 - 徐曉星問題真的好多 - 徐曉星他真的是我見過 - 就是一個立法委員 - 然後一天可以開兩三場記者會 - 而且這兩三場記者會都不同議題的一個政治人物耶 - 嗯嗯嗯嗯嗯 - 可是你看想 - 你就覺得這個中間你要跟我說完全沒有施壓 - 完全沒有厲害關係 - 我其實真的很難相信 - 嗯 - 你看他連900塊都要去施壓了 - 我直觀的感覺是有給 - 應該有給一些好處啦 - 可是感覺是這樣子嘛 - 我們一般人貸款都那麼容易 - 對啊一般人怎麼可能 - 五十年中國給你帶到八成 - 那他完全不接受 - 他雖然開了記者會 - 可是就是昨天他都拒絕採訪 - 那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接受那個直播 - 他就在直播裡面 - 然後就是在那邊大呼說什麼 - 金華城去死一死 - 我才管他容積率多少 - 關我屁事 - 欸金華城已經死了啊 - 對啊 - 為什麼他鞭尸 - 為什麼他鞭尸 - 幹嘛鞭尸啊 - 而且他就是說什麼 - 呃我的房子就是才剛 - 呃什麼 - 剛裝潢 - 剛裝潢 - 怎麼可能 - 裝潢是2021年 - 他的時間觀光很像 - 也才三年前 - 而且他 - 因為記者會受訪的時候 - 然後就是好像有人說他 - 他們那棟房子現在市值六千多萬 - 還是什麼的 - 他就痛斥就是造謠 - 然後就現場大拍賣 - 就問現場的記者說 - 好不然我現在這棟房子賣四千萬 - 有沒有人要 - 我少賺兩千萬給你們 - 要不要 - 可是他買的時候不是才一千八百萬 - 對啊 - 但他賺兩千二欸 - 他數學很好欸 - 數學很會算 - 很會做生意 - 他是不是理工科 - 哈哈哈 - 那他的手作手欸 - 一定合法 - 一定合理 - 欸你知道徐曉昕的包包 - 隨便一個包包 - 都比賴清的老家還要貴嗎 - 蛤 - 欸賴清的老家是十七萬 - 因為賴清的老家 - 而且你知道賴清的老家 - 因為太便宜了 - 便宜到 - 因為他之前不是想要去做那個嗎 - 信袋 - 信袋 - 信袋的信託 - 信託 - 信託 - 可是因為他價值太低了 - 沒有人要接 - 能不能要接有一個困難 - 隨便打個鳳凰電波 - 都可以買他家的房子 - 欸台北姐妹隨便跟包包 - 可能都超過賴清的老家 - 喔還想到一件事情 - 就是徐曉昕在那邊說什麼 - 現在都一堆人到我家那邊去拍照 - 然後很生氣這件事情 - 她也幹過一樣的事情好不好 - 欸當時還有人 - 直接遊覽車包去賴清的萬里老家 - 還設那個打卡店啊 - 超噁心的人欸 - 欸我問一個白癡問題 - 就是我們在銀行貸款的時候 - 不是銀行或借錢銀行 - 都要看你的收入來源嗎 -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政治人物 - 然後例如我的任期只剩一年或兩年 - 然後在我沒辦法確保我 - 的工作 - 未來的工作 - 銀行這樣會因為你是政治人物 - 我覺得你比較難還款嗎 - 我覺得會欸 - 不不不 - 我覺得你如果已經當過政治人物 - 那你應該有基本的人脈跟政商關係吧 - 欸你說人幫你還錢的意思嗎 - 不是啊就是假設我是銀行的話 - 她可能有一些副業之類的 - 她可能有一些副業之類的 - 有固定收入 - 但是因為這一塊我也不守 - 先不要亂下斷 - 就是我剛剛突然想到 - 就正常情況不是他們四年就會換一個工作嗎 - 是 - 你有可能四年後落選啊 - 那黃國昌沒辦法 - 欸黃國昌不是 - 就是民眾黨的那個 - 他們不是只有要做兩年 - 欸對 - 欸對 - 規定兩年後要輪替嗎 - 欸不是實在講 - 欸不是實在講 - 民眾黨的立委 - 還有像現在高嘉瑜沒有工作嘛 - 嗯 - 就是可能會被貸款會影響到什麼的 - OK - 我同好 - 那我們麻煩高嘉瑜跟民眾黨立委知道的話來投稿 - 已經貸款或信用卡的告訴我們一下 - 嗨你也想做Podcast嗎 - 想FIRSTORY -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之路 -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- 翻潤更易己 -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ommy - 欸徐小姐還有什麼事我一直想不起來 - 她很多事情啊 - 她昨天用那個啊涉及泄密啊 - 欸她要被外交部告了 - 欸對 - 而且她那個說法超白目的 - 她說什麼 - 她說這個密件 - 她說這個密件 - 她說這個密件 - 我已經有把該遮的 - 該保密的都保密了 - 用3M遮住 - 對 - 我已經貼出很多地方了 - 剩下的我公開 - 這不算泄密吧 - 不是 - 密件就密件啊 - 你還可以自己選擇哪邊密哪邊不密喔 - 好應該說台灣 - 中華民國政府有113位立委 - 那如果是這些相關密件 - 其實這100多位的立委 - 其實都會收到這份密 - 掉月的 - 那我們的立法委員的言論免責權 - 是只有在國會殿堂之上 - 質詢的時候 - 所以她如果對這個案件 - 或是對外交部有所質疑 - 她應該依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去做質疑 - 但是她直接拿出來 - 為了就是要消滅大家對她老家還有抄帶這些的質疑 - 轉移焦點 - 她竟然轉移焦點 - 拿了這份密件出來質疑 - 我們的外交部為什麼給了1000塊給捷克政府 - 1000萬美元 - 1000萬美元 - 你剛好像鑽頓節目的 - 其實有一個手打 - 她感覺手邊有一塊手板 - 你是不是只有一個打了17分鐘的手槍那個嗎 - 蛤? - 什麼東西啊 - 什麼啦 - 17分鐘手槍 - 會不會太久嗎 - 她是口誤 - 她是口誤 - 好 - 好帥了 - 會痛吧 - 妳繼續 - 會破皮啊 - 哈哈哈 - 手好痠喔 - 她就是徐曉欣 - 妳明明是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- 她是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- 她是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- 是啊 - 妳不說我還真不知道 - 我以為她是哪個不分區的 - 哈哈 - 所以她明明就有權限去調閱 - 去質詢 - 但是她今天卻選擇了開場記者會 - 外交部那邊也表示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- 需要他們去說明 - 她就直接公布了這個 - 並且在那個文件上呢 - 她自己決定 - 我覺得這邊是秘密 - 我覺得這邊不是 - 我把它蓋住 - 對 - 那它蓋是什麼 - 把密件蓋起來 - 右上 左臭上角的密件蓋起來 - 對 - 果然就被外交部就決定要提告 - 而且外交部這次是真的很罕見的大動作 - 因為我們的行政跟立法其實是互相監督直衡的 - 嗯 - 這我覺得徐曉欣這次是真的踩到大線 - 嗯 - 對 它就是涉及泄密 - 然後你就是會危害台灣對外的關係 - 這就是泄密啊 - 而且我覺得台灣的那個外交處境 - 就已經很艱難了 - 你這到底在幹嘛啊 - 還捨後腿 -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 - 我看一個訪問是 - 忘記是在哪裡 - 好像是學校在哪裡 - 就是有人去採訪那個烏克蘭的學生 - 啊有 - 對 然後他就說 - 他不知道國民黨的委員到底在幹嘛 - 但他說莫名其妙 - 昨天有那個 - 國民黨的立委來捐錢 - 呃 - 對 - 捐到烏克蘭 - 因為就捐給他們好像一個組織還是什麼 - 對 - 然後就說我們很支持烏克蘭什麼什麼的 - 嗯 - 可是他就說 - 可是在前一天的新聞 - 他們又說沒有必要浪費錢捐給烏克蘭 - 所以他有點搞不懂 - 就包牌啊 - 這個政黨想要幹嘛 - 天啊丟臉丟到國外去欸 - 我覺得我們 - 唉不知道欸 - 有剛剛許曉欣的那個洩密 - 我看到那個莊瑞熊講了一個說法 - 我覺得蠻符合現實的 - 就是 - 許曉欣的這個做法 - 就有點像是 - 我今天 - 去偷橘子 - 前面有人先偷了一個 - 然後我跟上去偷了好幾個 - 被抓到的時候我就說 - 欸沒有啊 - 他前面也有偷啊 - 我後面跟著偷就比較偷 - 話不能這樣講啊 - 對 - 他就是這個概念完全是不 - 符合常理的 - 但他現在就是在硬拗 - 我覺得台灣有這些 - 國民黨 - 藍白兩黨委員 - 真的是 - 台灣人的羞辱欸 - 真的是有夠丟臉的 - 而且你看我們的國防洩密 - 又來了一個馬文君 - 馬文君 - 然後現在我們外交洩密 - 又有一個許曉欣 - 欸 押韻 - 都押恩義欸 - 好讚啊 - 而且他們還在當立委 - 所以他們其實可以持續的 - 調閱這些所有的密件 -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- 黃國昌表示 - 他看不動 - 許曉欣到底洩漏哪些國家機密 - 她看不動喔 - 她看不動 - 她看不動 - 剛留學回來是不是 - 哈哈哈哈 - 所以黃國昌也在幫許曉欣講話 - 對啊 - 而且那什麼葉原資啊 - 就是現在 - 洩密這件事情實在太大條 - 國民黨的人都已經下車了 - 都不敢講這件事情 - 都不敢講這件事情 - 沒有人幫他講話 - 對啊 幹黃國昌真有義氣 - 黃國昌真的好丟臉喔 - 有兄弟沒是非 - 我覺得黃國昌其實很厲害是 - 她在幫 - 她在以她個人的人生 - 跟政治實在來 - 去賭上去幫大哥黨一槍 -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 - 國民黨沒那麼噁心 - 就是很多人會 - 很多人會因為黃國昌 - 這麼噁去 - 去你怎麼說 - 對比 - 就是會對比 - 覺得他好像更噁的是黃國昌 - 喔 - 因為國民黨本來就爛嘛 - 對啦 - 他們是從一而終啊 - 因為民眾黨現在真的是 - 超級沒有格調的 - 都在幫大哥黨死啊 - 關鍵巴喜啊 - 為什麼聽起來很浪漫 - 很浪漫 - 而且兩年就換人了 - 而且兩年就換人了 - 可是有人質疑黃國昌 - 因為黃國昌的那個 - 過去這十年來 - 他的那個球關舞跳得很厲害嘛 - 啊 - 就看哪邊對他好就跳 - 對然後 - 很像真壞 - 你說金鴻舞 - 金鴻舞 - 國昌手上有兩條長長的袖子 - 看到柯文哲就會起舞 - 大家會覺得黃國昌是一個這麼 - 我可以說他勢力嗎 - 就是很 - 投機 - 投機的人 - 就覺得他這麼努力的討好國民黨 - 可能是想要換到一些什麼 - 可能是想要換國民黨2026新北市長 - 可以禮讓給他 - 對對對有人這樣想 - 欸為什麼他要追求新北市市長 - 他不追求台北市 - 因為他是一直立委當太爛啦 - 被賴平云笑死 - 曾經一個立委助理做得比你還要好 - 可能因為台北市要給黃珊珊吧 - 喔OK - 喔所以現在就已經分配好了就是了 - 我亂講 - 但是黃珊珊最近在幹嘛 - 他好少出現了 - 他有來投票簽名嗎 - 欸可是我覺得黃珊珊這樣子反而更聰明欸 - 因為這種下流事情都是讓黃國昌去做 - 他的聲量反而就會起來啊 - 喔就是當年的黃珊珊跟柯文哲就是這樣子啊 - 當年是所有髒事都讓黃珊珊出來 - 不不不不我覺得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- 那時候是柯文哲太躲避事情 - 柯文哲不想要接受訪問 - 他就叫黃珊珊出來幫他擋劍 - 喔 - 但現在是黃國昌自己也很需要表演舞台 - 所以他出來在那邊表演的時候 - 讓柯文哲的聲量整個下滑欸 - 欸我真的覺得 - 其實民眾黨也算是蠻從一而中的藝人政黨 - 藝人就是一個人 - 以前的柯文哲現在是黃國昌 - 還是就是有質量守恨 - 欸我們算是小草節目嗎 - 我們超級關注這個黨的 - 我們也是小草欸 - 我們就K-pop啊 - OK - 我真的 - 越想越噁心 - 我真的很關心小草 - 如果今天柯文哲被鬥掉 - 然後像黃國昌當黨主席 - 想的話 - 欸他們會很高興欸 - 欸接下來我們也是K-pop - 那K就是國昌的國 - 哈哈哈 - 國昌我是K嗎 - 國民黨也是K啊 - 啊對耶 - 對 - 好啊我同意 - 哈哈哈 - 我真的很好奇如果 - 黃國昌看到像剛才發發講的 - 他不知道幾年前十年前錄的那些影片 - 他心情是作何感想 - 他我覺得投機分子不會在意這些 - 可是為什麼可以那麼快遺忘啊 - 他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- 因為真的是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的話 - 甚至有影像為甚 - 時空背景不一樣啊 - 謝謝你 - 你真的是小草欸 - 好啦 - 哎呦黃國昌 - 哎呦 - 好啦罵完徐喬 - 現在罵完黃國昌了 - 可是沒有辦法當 - 因為我 - 嗯 - 你說我們有沒有辦法當黃國昌這種人嗎 - 就是你有這麼投機的人 - 或是徐喬心這種 - 我覺得要臉皮夠厚欸 - 因為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利益 - 例如今天肯德基給我五千萬 - 要我講麥當勞壞話 - 我覺得講每天講 - 我覺得講說什麼 - 我懂你意思 - 我都說不到腿排 - 麥當勞超難吃 - 就我每天講 - 我懂你意思 - 利益要夠大 - 但如果只有五百塊 - 或是一個買一送一折價 - 結果就做不到 - 那你覺得民眾黨要抖那本節目多少 - 你才會願意狂講民進黨壞話 - 五千萬OK吧 - 哈哈哈哈 - 還好我剛內心的數字是兩億 - 哈哈哈哈 - 欸 叫柯文哲選副總統是多少錢 - 欸 - 兩億美金是不是 - 差不多 - 還都比照這個 - 那就比照辦理 - 不是就像你真的講到什麼錢 - 如果今天拿多少錢叫你閉著我 - 坦白說欸 - 你還是覺得過不去那關 - 就是很奇怪 - 欸 我覺得我過不去這一關欸 - 因為我真的是太愛台灣了 - 然後我有 - 你這樣子把我們兩個 - 不是不是 - 你們要想 - 我們算什麼 - 我們唯一會忍讓就是 - 如果有接耶配要謹言順心一點 - 哈哈哈哈 - 就是要注意發言 - 然後注意那個社會責任嘛 - 對 - 對啊 -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 - 現在還沒有錢送到我面前 - 所以我沒有辦法設想那件事情 - 但是如果 - 我現在沒有辦法想這個數字 - 可是因為對我來講我覺得 - 中國國民黨他其實就是外來政權 - 是 - 他們的腦袋裡面想的就是要回歸中國 - 中國是故土 - 所以台灣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租屋處 -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不理會 - 這個地方的好跟壞 - 可是對我來講這地方不是租屋處 - 這真的是我長大的家 - 我不可能毀壞他践踏他 - 可是他們都來這邊幾年了 - 七十七八十年了 - 七十... - 對啊八十年快了 - 也算中古屋了啦 - 就你不可能這時候還在 - 不能帶款 - 也不可能這時候還在想著要回家吧 - 你看看馬英九 - 欸他去中國哭了幾次啊 - 他多想念他的老家 - 拜託回去好不好 - 真的沒有人攔你耶 - 欸是可以的嗎 - 為什麼不行 - 為什麼不行 - 就是他如果以中華民國前總統的身份 - 要定居中國 - 是可以嗎 - 可以啊 - 講說每年都可以逃去美國了 - 但不排除可能會被習近平暗殺 - 會嗎 - 怎麼會 - 他就沒有用啦 - 誰殺誰我不知道 - 誰殺的人多我不確定 - 比如說握手的時候 - 我說國民黨跟共產黨誰殺的人多 - 我真的沒有很確定 - 你覺得國民黨還在打那個 - 國共內戰的時候 - 欸好像更之前 - 我忘記就是那時候有一個那個 - 花園口決題事件 - 就是蔣介石那時候為了要 - 為了要攔截一個軍隊 - 他就直接把一個地方弄潰 - 水壩 - 對 把它潰堤 - 就讓水淹出來 - 然後淹出來就是當然那個 - 他的敵軍會死掉嘛 - 可是平民也會死掉 - 就接到七爺跟八爺的故事嗎 - 然後好像 - 好像 - 花園口的死傷名單 - 是有幾十萬到幾百萬 - 就是保守估計是這樣子 - 欸可是我說一個 - 應該 - 國民黨很難贏過的 - 就是文革 - 大躍進 - 我們也 - 喔 - 妳說他們沒有那麼徹底的 - 可是我們也有白色恐怖啊 - 因為那個時候的死傷人數 - 我剛剛在爭個屁啊 - 我剛剛說我們也有白色恐怖 - 這真的 - 這講起來其實都是歷史的悲劇啊 - 然後就是希望 - 就是可以 - 汗守我們的民主價值 - 就是我們未來的人 - 至少在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的 - 不要面對這樣子的事情 - 雖然這些話已經講到爛了 - 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現存的政黨 - 就是搞不懂這些問題 - 不知道 - 可能他們真的收到很多錢吧 - 我不曉得 - 嗯 - 不然為什麼 - 桃園民進黨 - 因為像我就不想當新北市長 - 哈哈哈哈 - 滿想當哪裡的 - 我都不想 - 欸我蠻想當當那個 - 就是有海的地方的 - 像屏東什麼什麼的 - 都什麼 - 就是像 - 縣市首帳 - 就是你去推廣觀光 - 可以去自己喜歡的地方 - 所以你對那個地方要有愛 - 那你要去小琉球競選嗎 - 就像我昨天看到陳其麥去美農吃板條 - 想說天啊他真的是有愛吃 - 就是他那個 - 想說工作沒有必要吃兩碗吧 - 可是 - 可是他會有職災耶 - 就變胖是不是 - 然後對我來講我要當議長 - 喔 - 因為議長很容易涉彈對不對 - 對 議長就是黑白兩道 - 關係都很好 - 通失 - 可是你在媒體上面議長是比較消失 - 然後形象也比較好 - 形象也比較好 - 議長感覺都有拍血觀音 - 對啊 - 會出現在裡面 - 當議長很爽耶 - 還會收到一些佛像什麼 - 算了我們都在痴人作夢 - 我們要做得堂堂真正的台灣人 - 我們上次不是說呼籲大家那個嗎 - 因為最近大家很焦慮 - 對 - 然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 - 之前我們有講過 - 我們要先是一個人才 - 先是一個人才是一個台灣人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因為很多人會關心政治 - 會關心到就是 - 一年365天 - 可能有368天都在關心政治 - 剩下那三天是夢到的 - OK - 然後就是會搞到沒有自己的生活 - 什麼什麼的 - 可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- 我們是為了好好生活才關心政治 - 對 - 然後不是為了 - 要先照顧好自己 - 對 - 那我們要停更嗎 - 什麼意思 - 對不起 - 對不起 - 因為我們也要照顧好自己 - 喔 - 我們 - 我們空虛有很高嗎 - 好像也沒有 - 沒有 就鼓勵大家要那個啦 - 多安排自己的生活 - 就即使這件事 - 即使這件事無關政治 - 你只是去擺爛 - 或者去過你的人生 - 去喝酒去放假幹嘛 - 而且說不定你可以在喝酒的時候 - 遇到一些 - 同溫層 - 可能比較不關心政治的人 - 你可以跟他聊聊 - 說不定他會因此改變想法 - 哎 你就又多啦一票 - 這樣也不錯 - 我覺得 - 可以理解大家的焦慮啦 - 然後 - 因為 - 大家也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- 就是現在 - 在520之前 - 但520之後 - 這些工坊一定都會更加的嚴重 - 因為我們的新內閣 - 上任了 - 哦對 - 所以又會有新的一波 - 可能對於個人的攻擊啊 - 或什麼的 - 每一次民進黨只要發佈什麼新人士 - 就一定會一堆人去開始挖說 - 哦這個人小時候 - 偷過福利社包子什麼之類的 - 就是各種 - 各種的魔黑都會開始出現 - 對 - 就是大家要有這個心理建設 - 然後這是第一個啦 - 然後就是之後 - 我們未來的工坊 - 會越演越烈 - 就是 - 大家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-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傅崑奇 - 還有就是 - 像撲馬老師講的 - 很多東西都一直在 - 藍白兩黨一直在做一些反民主的事情 - 大家會焦慮是 - 是正常的 - 是正常的 - 但是我們 - 我們最珍貴的 - 其實就是我們的焦慮啦 - 對 - 你覺得之後受不了會不會 - 會不會是民眾黨跟國民黨的部分立委 - 因為目前他們為了要團進團出 - 為了要討厭民進黨 - 其實他們都被迫當投票部隊 - 所以民眾黨的那些人 - 必須要配合黃國昌 - 然後國民黨其實這次有蠻多 - 他們部分區有蠻多新科 - 我自己有一些新科立委 - 也是要配合國民黨去做一些 - 不像他們本來在業界的表現的投票 - 對 我在想他們會不會最後會 - 先受不了這件事情 - 因為我剛剛看到一個是 -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- 許小新泄密的事情 - 立法院副院長是江啟成 - 對 - 他今天剛剛針對這件事有回應 - 他說就是 - 許小新是這份文件的授聞者 - 然後按照我們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- 沒有解密就必須秘密會議 - 跟不公開的方式處理 - 對 - 所以江啟成同意這件事是泄密嘛 - 是啊 - 就是江啟成也是國民黨的啊 - 沒有 許小新泄密這件事情 - 他拿到媒體這件事 - 這是已經是最正確鑿了 - 已經人生共分 - 我的意思是你看現在連國民黨自己的人 - 都覺得這件事要秉公處理 - 要下車了 - 這就是泄密嘛 - 所以我就說黃國昌很有義氣啊 - 他現在還在那邊瞎挺 - 黃國昌好丟臉 - 唉 - 好啦 反正就是我們大家就是一起取暖 - 然後聚合在一起 - 讓我們的這個同溫層越來越擴大 - 然後焦慮的時候就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- 對 然後因為像我們的那個路吃群組啊 - 我就覺得大家都蠻熱絡的 - 然後而且大家也會思約去吃飯什麼 - 我覺得挺好的 - 是喔 -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多交一些朋友 - 然後可以聊聊這些事情 - 然後我們要很珍貴 - 就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焦慮是很珍貴的 - 但是也不要無限放大這樣的焦慮 - 影響到自己的生命這樣子 - 好啦 - 我們好像說要來討論一個新單元 - 什麼新單元 - 因為我們實在快要沒話聊了 - 一直都無話可說 - 大概從去年年底開始吧 - 沒有啦 - 不是因為每天要討論時事跟 - 我們有時候會想說討論一些別的東西 - 我們現在沒有每天 - 我們以前是日更耶 - 對 那時候我們到底想什麼 - 啊我知道了 - 因為那時候選舉期間每天都好多事情 - 我們那時候好怕沒有選上 - 對 - 可以那麼直白的講書記 - 心裡面的 - 是啊誰不是 - 我們當時的想法都是這樣 - 那時候真的好多事情 - 對 - 現在也很多事 - 但是現在出事的都取消事 - 現在都重複的事情 - 有點講到膩欸 - 不然我們想一個方式 - 讓大家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- 還是我們 - 我們就是每次都設定一個主題 - 比方說什麼 - 你人生遭遇過最荒唐的事情 - 然後就是 - 投稿嗎 - 這個有過 - 我們有過嗎 - 讓我們有講 - 我們那時候是愛情故事為主吧 - 對 - 好不然我們想一個新的主題 - 請大家來投稿 - 不是可是你們臉書上都會問啊 - 然後問了沒有在猜小人家 - 所以請問一下我們現在的討論 - 什麼你們 - 什麼你們 - 你也是我們 - 你也是在 - 你也是在 - 我也是管理員 - 然後大家都會猜是誰發文的 - 我覺得好好笑 - 那就慢慢猜下去吧 - 那我只能說大家沒有一次猜對 - 真的 - 真的沒有一次猜對 - 不管誰發都沒有人猜對 - 心好累喔 - 大家不要再猜了 - 對 - 那麻煩新單元大家自己 - 大家幫我們集資廣義一下 - 不要那麼不負責任好不好 - 我們新單元就是道路救援 - 好 - 因為我們重新錄嘛 - 然後大家的那個名稱不都是什麼 - 各種各種路嗎 - 欸對耶 - 好啊 那我們就是 - 你可以發一些 - 你生活上遇到的 - 疑難雜症 - 對 疑難雜症 - 不一定要是政治的 - 因為其實政治 - 沒辦法說什麼 - 我肚臟都清不乾淨 - 該怎麼辦這種 -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一集來講 - 你現在要講的 - 先等等 - 這個道路救援就是 - 我們就是 - 提供我們彈藥 - 讓我們有話可聊 - 我們會幫大家解決疑難 - 會嗎 - 路障排除 - 盡可能啦 - 好好 盡可能盡可能 - 好 -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- 謝謝大家 - 今天沒有要呼籲的對不對 - 今天 - 有啊 剛才CINDY那一大串 - 都是呼籲啊 - 我剛做節欸 - 欸因為最近蠻多人感冒 - 包括我還有那個LISA - 所以我要呼籲大家 - 那個睡覺前的冷氣 - 開定時四小時 - 就是你要定在你睡覺 - 醒來前一兩小時 - 它已經關掉 - 我只開兩個小時欸 - 就差不多這樣子 LISA是怕 - 是喜歡太陽的 - 還是喜歡陰遇的冬天的 - 應該是太陽吧 - 妳跟她有那麼不熟嗎 - 應該是太陽吧 - 應該是太陽吧 - 那所以這個節目就是 - 這個節目沒有人喜歡講 - 發發跟LISA是喜歡太陽的人 - 但是他們兩個身體最差 - 不是 - 我超愛冬天的欸 - LISA喜歡冬天吧 - 喔她喜歡冬天嗎 - 喜歡冬天的太陽吧 - 喔她喜歡冬天的太陽吧 - 是嗎 - 還是是喜歡B - 不知道請LISA留言告訴我們 - 還是喜歡Bitband的太陽 - 還是喜歡Bitband的太陽 - 好啦今天就先這樣囉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掰掰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路持們 - 借到臉書IGYT串串 -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- 重新錄一段按讚追蹤訂閱 - 也別忘了斗妹支持我們用 - 嘿嘿 - 本節目的初衷已經不是柯文哲了耶 - 麻煩刪掉了 - 剛抖一下 - 剛抖一下